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清诚从口袋里拿出电话 一看是母亲打来的 他就退到一旁去接电话 喂 妈 清诚啊 你在哪儿呢 妈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好消息 宋清诚好奇 母亲向来比较低调 什么样的好消息能让母亲这么激动开心 可她现在心情沉重 真的很难高兴起来 但母亲接下来的话 让她不得不激动 你小妹回来了 什 什么 你 你说谁回来了 你小妹回来了 而且腿也好了 可以走路了 从宋母的声音中就能感受到宋母此刻的激动和喜悦 当然 这无疑是一件值得激动和开心的事情 真的吗 妈 是真的吗 你现在忙吗 不忙的话就回来看看 可是 我现在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回去的话可能要几个小时 宋清诚是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去 可是现在绝对不是时候 当然 如果里面真的有什么事的话 短时间内可能都走不了 这样啊 那就不着急 反正你小妹这次回来也不打算走了 我呢 就是想让你回来见一下救了你妹妹这位老郎中 你要是不方便 我就让人家先走了 妈 你是说给我小妹治病的那位郎中现在在我们家 对 就在我们家呢 不过老人家急着要走 我好不容易才留下来喝杯茶的 宋母本来是想打电话让她回来跟人家道个谢的 而宋清诚谋色一闪 似是想到了什么 妈 你一定要把老郎中给留下来 不管用什么法子 一定要把人给留下来 我现在马上回来 最多 最多就半个多小时 可是 人家急着走呢 妈 人命关天 您一定要把人留下来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宋清诚匆匆地挂了电话 他觉得 既然能治好小妹的疑难杂症 是否也可以让陆白试一试 反正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与其等着一口气上不来 倒不如死马当成活马医试试 宋清诚悄悄地把纪正厅给喊了过来 打算先跟她单独商量一下 纪正厅闻言后 也倍感吃惊 宋小妹的情况 她了解不少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宋小妹的病 她没少让陆清费心思 但最终结果 都不是很理想 现在能突然好了回来 绝对算得上奇迹 纪正厅没敢耽误 立刻将陆家几兄弟找到一起 将这件事跟他们大概说了一下 那还等什么呢 赶紧去找人啊 陆又聆听闻后 想都没想 就急着去把人找过来 我去准备 陆亭川也是丝毫没有怠慢 丢下话就朝直升机走了过去 看他这架势 是要亲自驾机去找人 那我们先过去 纪正厅也不想多耽误一分一秒 转而又对顾泽说道 顾泽 你的任务巨大 必须要等到我们回来 放心吧 我一定让他撑住 顾泽郑重地点头 纪正厅汉手 看了眼远处的宋清城 只是一个眼神 彼此便能会议 我跟你一起 要是那老头赶不来 我一枪帮着他 陆又聆也追了上去 还撂下狠话 陆晴对陆成说道 大哥 你要不要跟去看看 他们俩别闹出什么事了 陆亭川是出了名的霸道又冷酷 而陆又灵 平时看着是嬉皮笑脸没脾气 但是遇到正事 他比任何人都倦 陆霄说道 有正厅在 不会让他们乱来 如果就老三老五去 肯定是让人不放心的 但是纪正厅做事 一向都沉稳冷静 而且 他们俩多少听纪正厅的话 自然不会让他们乱来 一个小时的紧张等待中 直升机终于又回来了 陆亭川率先从驾驶舱下来 紧跟着是陆又林 不过陆又林不是一个人 街上还扛着一个人 最后下来的是纪正厅 陆亭川和陆又林都绷着一张俊脸 静字走进了屋 把等待在门口的人都视为了空气 大家伙都感到困惑的时候 纪正厅走了过来 陆成问纪正厅 正厅 这怎么回事 把人给绑了回来 这 陆成无言以对 也算是服了这俩兄弟了 只是 这样把人绑回来 人家还能帮忙治病吗 是的 老郎中确实不肯给看病 最后 在他们的哀求家强迫下 老郎中才答应试试 不过 老郎中也是有要求的 三天定生死 三年定终身 老郎中替陆白治病 山上所有人一律被赶下山 三个月内不得上山 三个月后 上山来探望者需要他同意 可唯独留下了余孝一人 这样的结果 无疑是最好的结果 不管最终如何 大家都为内心的担忧 找到了一份寄托 送麻烦小朋友 在一次幼儿园的体验后 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开启他的学业生涯 在继母的同意下 决定让小包子插学 没办法 老人家就是那么宠孩子 不过 因为这件事 送麻烦小朋友 被把鼻和马咪叫去谈话了 孩子这么小 总是那么纵容 是肯定不行的 把鼻 马咪 你们是不知道 如果我不出去读书的话 会被别人笑话 整天无所事事的 小包子被教导之后 也颇为严肃地 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宋清晨简直想笑 宋麻烦 你才三岁零三个月 本来就是无所事事的年纪 没有人会笑话你 还无所事事 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学来的 而小包子 却格外正经地摆摆手 嗯 我已经超过 三岁小孩的年纪 不能再无所事事了 这样下去 我会变得和妈咪一样 我怎么了 小包子将宋马明上下 打量了几遍 那眼神 可谓是一言难尽 宋清晨严重意识到 被小包子给歧视了 小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 宋麻烦同学 你这是什么眼神 打量了几遍